这是我第一天讲课 所以就是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 计划九点半开始 我先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我们今天先讲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过程 大家通过上课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或者说一个结果 我们认为是一个自媒体的评训 这个课程通过力也好 快速也好 里面有很多小的短期评 对吧 所以说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过程 你可以把家里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大哥他说的 他割交 那么说可能很多人你们知道怎么叫割交 对吧 这个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要这次要讲课的主要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先来讲第一个自媒体 那什么是自媒体 那什么是自媒体 什么是自媒体 什么是自媒体 对不要说这个东西 来记录我们的生吧 这些卡南特色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都可能通过直播会卖 就给你那个割交一样 我来说也很难 对不对 但是就是我要去学了也很快就学 这边的人都能学完 一定的继续 那么通过一星期的时间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全部也学 就想明白要来的哦 然后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 我们一起聊一聊 看看还是计及格 好吧 今天的课讲完了 面对村里的这些学生 让我心生了许多沉重 乡村振兴科技文化的下乡是基础 他们都很聪明 甚至充满了智慧 学动也很快 接受能力也很强 寄希望于不远的将来 更多的人可以掌握这些技能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是阿汤 欢迎你加入自贸岛的建设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